第十三季 打草惊蛇 典故五代十国的南唐当徒县令王鲁,贪婪爱财,做了许多贪赃王法的事,其下属也跟住仿效。 一日老百姓怜悯举状告发他的一个手下受贿,他看了状子后,十分惊骇,不由自主地在旁边批了八个字,乳虽打草,无以惊蛇。 意思是,你们虽然告发我的手下,但已经吓住我了。 势力李自成起义部队逐步壮大,所向披靡,公元1642年,围困明朝都城开封。 明朝崇祯皇帝连忙调集,葛禄兵马,援救开封。 李自成部队已完成了对开封的包围部署。 明朝25万兵马和1万辆炮车增援开封,集中在离开封西南45里的朱仙镇。 李自成为了不让援军与开封守军合谓一股,在开封和朱仙镇分别布置了两个包围圈,把援军分割开来。 又在南方交通线上挖一条长达百里,宽位一丈六尺的大壕沟,一是断援军粮道,二是断援军退路。 援军葛禄兵马,冒合神离,心怀鬼胎,户部买账。 李自成兵分两路,一路突袭朱仙镇南部的虎大威部队,造成打草惊蛇的作用,一路牵制力量最降的左良玉部队。 李自成击溃虎大威的部队后,左良玉果然因被围困得难以脱身,人马损失过半,拼命往西南突围。 李自成故意放开,一条路让败军溃逃。 哪知,左良玉退了基石里地,右玉结姬,面临李自成挖好的大壕沟,马过不去,士兵只得砌码渡沟,仓皇逃命。 这时等在此地的李自成扶兵迅速出击,左良玉军队人仰马翻,师田勾茜,全军覆没。 以以扣时,查而后动。 负者,因之美也。 有怀疑就要侦探确实,待情况完全掌握后再行动。 反复侦查,是发现暗藏敌人的条件。 兵法运用打草惊蛇用在兵法上,是指敌方兵力莫有暴露,行踪诡秘, 意向不明时,切切不可轻敌冒进,应当查清敌方主力配置,运动状况再说。